大家好 我是冰狗 今天在棚里看到这种裂开的西瓜 你说长得这么好 就这么裂开了 是什么原因呢 成一样人心疼 我给大家掰开 看看里面它现在是什么样子 里面其实这个样子还是都是白狼 不过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种子已经开始长了 我给大家尝一口 别说它这个现在还不难吃 现在真的不是太难吃还可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小瓜 我们这都是叫小瓜 有些地方叫它脆瓜 就是长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西瓜切起来跟那个感觉差不多 跟那个挺像的 不过我感觉这个西瓜 还是要好吃一些 这个西瓜还是多少有一点甜味的 所以不难吃 也没有那种生瓜的味道 其实还感觉还不错 一天可以捡到好几个这样的裂骨 这些长得这么好的西瓜 你说裂开了是真的样人有点新的 大家看又裂了一个这里 怎么把它掰掉 你看长得好好的 现在只能给它掰掉了 这种也长不起来了 因为也没有用 掰掉 只能拥掉了 为什么你也能够感觉是跟这几天的天气有关 这几天天气变化挺大的 就是降温挺厉害的 就是降温挺厉害的 前段时间最高温度 还是在三十多度 要过几天一下子 要降到二十度以下 反正还是最高温度 到了晚上那个温度更低 这个反正我感觉 只是这个温度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它很容易出现这种裂瓜的情况 今天已经捡到好几个了 这些都是刚才摘下来的 就是这种裂瓜不好的 长得不好的西瓜 你看一天光就能摘这么多 很短的一段时间可以摘好几个 让人很心疼啊 不过不扎也不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关注我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冰果